到十点半了 不行了 我的老药 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看着这些球球就超级治愈疲劳 拿去冷冻就开始搞皮了 其实月饼的每一步都不难 说白了就是个体力活 就像是打奶油 没点体力能行吗 先把椰浆蛋液打顺 再加面粉类扔成面团 这个皮就做好了 做好 你想多了吧 四种像啥皮 怎么也是四种啊 粪桃倒要用火龙果调个色 所以以此类推 抹茶的就用抹茶粉条 巧克力的就用可可粉和巧克力调咯 在搓球之前 其实还有个称重的环节 一个一个称 一个一个搓 很快 就到了大鱼吃小鱼的 最后一个环节了 搓成一个终极大球 接下来请欣赏 成竞是做月饼的最后流程 又冻了一夜的月饼 终于可以烤了 必须得冻得邦邦硬 烤出来才会酥脆 还不塌 烤箱的温度 可是我翻车N次的经验参数 这颜值是不是很能打 抹茶和巧丽的也很国风啊 外面好看 里面也不能说不是 儿子 我就问你 哇塞不哇塞 哇塞 老妈你这 这也 你这就差一个包装 都可以拿出去卖了 包装我有啊 早就买好了 流星月饼订不着吗不是 本来就可以多做的 打算送亲朋好友的 今天 我可是流星月饼大户 我还特意买了 马口铁的盒子 这吃完月饼 盒子还能用 你这说买的也没人怀疑 可以啊小子 今天很会说话啊 哎妈 你这一共有几盒啊 五盒 哦 我做的那些流星月饼 你看到了吗 啥 呃 你这些零食咋爱啊 我用我的机会 和你的劳动成果 换来的 说人话 你 你换来